大家好,我是Toby 今天是3月27号 德国现在有5万多确诊病例 出了超市,加油站,银行 基本都关门了 饭店也只允许外卖 全国限制 不必要的出行 超过两人以上 在公共场所聚集 可能会收到高大25000欧的罚款 他们终于开始建议大家戴口罩了 我估计他们现在非常非常忙 为了不影响他们工作 我先不打扰他们 它能够凉了,全部都得打好 然后就放到宝王盒里 然后一会儿包好 然后自己现在没走得了的 关键我觉得精神上的压力 现在它这个村子是这样的 我给三徒放一个箱子里 是因为他们不要等我去分路 自己村子里团了五六家 我就放在一个人家的朝铁的网站 然后他们会自己来一家一家 自己按照名单 而且我也告诉我们都在车里挤着了 一家拿完了给家再做了 现在不得同桌共地吗 还差一个淡雨 我这里都写得很清楚的 是哪个单子是哪个单子 是吧 我现在忙活这些中国孩子 我都忙活不过来 我还不知道封城了以后 那是啥意思 你吃完 五汉工程开启 五汉工程我们半年三十二瓦 然后就开始 故意所有的冰班都取消了 我们做了他们不就不用跑去了 在家里等着就行了 那一次真的一分钱也没涨价 不管怎么齐缺怎么样的我也没涨价 我们在这儿往家捐款一样的 捐出捐东西 我自己捐了好几万块钱的医疗用品 什么防护毒防护净之类的那种 现在我也没有要求人家回报 现在在这个时候 有很多这样做的中国餐厅 我觉得特别好 他们把外卖和中国社区送菜结合在一起 一方面可以让大家更好的在家隔离 另一方面还可以减少餐厅的损失 而且这样人和人更近了 像这样的中国餐厅在德国有很多很多 可即便都是中国人在这里订外卖 并不是德国人不爱吃中国菜 而是因为德国的外卖 不是像中国的外卖那么发的 很多人还不习惯外卖 德国有很多先进的科技 但是这种服务德国比较落后 这方面我们应该向中国学习 值得开心的是 越来越多德国餐厅 披萨店 土耳其对那店 他们都开始了外卖服务 现在这样的艰难时刻 最重要的当然是在家做好隔离 但是不要忘记 这是我们共同的社会 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互相帮助 谢谢你们的观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